大家妈祖绕近九天八夜 今天晚上就要展开了 昨天晚上是先举办了 妈祖之光大行晚会 邀请的是两岸艺人接力来演唱 金曲歌王黄丽行 小天后蔡玲是进歌热舞 炒热了全场的气氛 只不过这个下雨天 天比较滑 结果大陆舞群下台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了 还好妈祖舞波比只是清伤 皇帝朝月天平六零朝月 已经邁入第四年的 妈祖之光晚会 今年特地增加古装剧 呈现妈祖成仙的由来 我认识的是 我认识的演唱 当然少不了两岸艺人接力演唱 为晚会炒热其分 金曲歌王黄丽行 小天后蔡玲坐压轴 为晚会推向另一波高潮 台下歌迷尖叫声不断 进歌任务表演一波波 当然也有说情歌曲 听起来讲的是豪气万千 但是海上生活 可是特别的艰难 由本土综艺主持人吴宗献 搭配大陆主持人咒骂 默契十足 加上妙语如初的主持功力 到了台下观众笑声不断 台下贵宾如云 加上捧场的十万歌迷 几乎挤爆了大甲体育场 只是天宫不作梅 飘起毛毛细雨 天宇露滑由大陆舞区 下台前不胜滑倒 幸好没有大爱 为了迎接大甲妈肉镜 横跨两岸一人的 妈祖之光晚会 也象征肉镜活动 即将开跑 中文系有王一超 这里的台中采访报道